看到别人家有小孩可以带孙子好羡慕啊 你就说你看到其他同学啊 不用自己赚钱 留学读书顺便当地买车买房 可以读私立 毕业就进家里公司也很羡慕啊 那能怎么办呢 自己忍着呗 我妈的日常消遣方式呢 拢公分五步 看看你妈是不是也这样啊 第一步走进我的房间 第二步批评我人生的每一项选择 第三步列出每一件 我早就知道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 第四步让我的压力变成原来的十倍 第五步最后走出房间不关门 男人们不要听说女人喜欢幽默的男神 你就天天在网上去练笑话 等你终于变幽默以后 他们就会说你变成了猥琐大叔 人生就是这样 爱你的人像傻子一样在等你 你爱的人像狗一样在装 分手以后还要做朋友的原因 是因为至少有一方还不想放弃